新剧监察火热开播 讲述韩国顶尖建筑公司的故事 监察室的任务是清理公司内的腐败 以肃清贪腐为背景 冷酷的监察组长与热血新人的故事 他们的左冲右突让人目不暇接 一部深入职场的调查剧 剧情从这里开始展开 黎原GU建设的监察组长 当下属们都以为会 由一名老员工接任 没想到却空降了一名新组长 这位冷酷上司来势汹汹 他上任的第一天 就直言不会批评员工的懒散 领导还没介绍完同事 他就冷冷打断 看来他对每个人都提前做了调查 毫无寒暄直接开展工作 这位冷酷又嚣张的上司 让所有人大吃一惊 虽然公司设有监察室多年 但从未真正发挥作用 导致贪污腐败肆无忌惮 频繁的事故 公司遭受重大损失 我们的男主一个天生的反腐斗士 对腐败绝不容忍 他个人能力非常强 只要他认为你有问题 那你肯定是有问题的 财务经理被揭露 私吞两千万 面对质疑 他还试图辩解 甚至动用感情牌 他不知道 男主早已将他的底细调查清楚 这位监察能手 让所有贪官恐惧 他主动应聘来G.U.建设 成为众多贪官的噩梦 让那些收回扣的人感到恐怖 面试最后并不愉快地结束了 但年轻的会长已经决心 他需要这种冷酷无情的打手 来帮他清理公司的障碍 G.U.建筑不久前 发生了严重的塔吊安全事故 监察室仅凭文件 就定性为自然灾害 没有人为此负责 凭借丰富的经验 申组长觉得有些不对劲 他决定重新调查塔吊事故 调查的关键点 是现场负责人裴所长 听后俊秀非常激动 因为不久前 裴所长还送了他一双新皮鞋 作为前辈和同事 所长不仅请他吃饭 还特别照顾他们 这让申组长对他的专业性产生怀疑 到了工地却没找到人 申组长不顾阻拦 强行搜查所长的抽屉 他确信 关键证据一定在电脑里 俊秀还在为所长辩护 但所长突然抢走电脑就跑 显然心里有鬼 两人追到了顶楼 申组长只问了一个问题 就击破了对方的心理防线 所长怎么也不愿交出电脑 两人对峙 他不幸从三楼摔下 看着上司冷酷的表情 俊秀非常愤怒 幸亏所长没什么大案 但申组长不打算就此放过他 同时徐专务也接到了这个消息 他一通电话 就把人叫来痛骂一顿 还硬逼着他交出电脑 可身为组长的他 面对暴露的上司 丝毫不怕 新官上认三把火呀 申组长刚到职第一天 大家都加班到了半夜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抱怨 只有书贞很赞同这位领导的方式 俊秀向他抱怨 觉得男人对徐所长太过分了 书贞不但没安慰他 反而泼他一身冷水 这让他开始怀疑自己 思考自己是不是太情绪化了 直到他回家看到徐所长送的皮鞋 回想和他的种种往来 他实在不相信 这人会做出不正当的事 同时徐专务的跟班也在活动 试图拉拢监察部的老员工 利用同事间的好感 说服俊秀帮忙偷电脑 目的是要把申组长赶出公司 单纯的俊秀竟然答应了 申组长带他去取修好的电脑 他看到了里面的采购单 这证实了他的猜测 原来有人再吃回口 买了质量有问题的塔掉 这才导致了安全事故 这让他想起了童年的痛苦回忆 原来当年孙组长一家 就是因为豆腐渣工程被买 他的父亲为了救他牺牲了 从此他对建筑行业的内部腐败 深恶痛绝 他决定走上监察之路 俊秀面对冷酷的上司 还是表达了自己内心的疑惑 孙组长对他解释说 监察不仅仅依赖文件 要从人入手 这样才能揪出损害公司的内鬼 他明白重感情的俊秀 做不到这一点 但新手俊秀坚持自己的原则 他觉得组长的处理方式太冷酷 为了深入调查 他们联系了给GU建设 提供塔吊机的供应商 起初对方还在找借口 但看到采购单就傻眼了 组长把俊秀叫出去单独询问 俊秀记起前辈的叮嘱 不甘就此放弃爬上窗户偷听 窗户里的一幕 让单纯的他长了见识 没想到事故背后隐藏这么大的秘密 徐庄物很快接到了消息 为了跟出后患 他决定一不做二不休 安排了打手拦截组长的车 面对凶猛的暴徒 俊秀顿时手足无措 组长却看似细以为常 拿出事先准备的武器 尽管对方人多是重 但组长的装备大有帮助 就在快要结束时 突然有人从背后打了他一棍 他们醒来时不意外地发现 关键的证据电脑已被偷走 组长怒火中烧 不难猜到是徐庄物的手柄 他也不顾及职位高低 直接找到对方 直言不讳地揭露对方的贪污行为 徐庄物看似无动于衷 知道真相又如何 你有证据吗 何况他的靠山副会长即将回来 申组长和副会长的第一轮较量 就充满了火药味 随着塔吊机事故的调查深入 申组长直指幕后黑手徐庄物 老滑头因为有靠山 显得毫无畏惧 面对铁面无私的监察组长 副会长干脆承认了自己的所作所为 并要求停止调查 还便称事故会导致停工 给公司带来巨大损失 自己是为了不耽误公器 才判定为自然原因 申组长坚定不移 是要追查到底 副会长很快显露出流氓本色 不仅辱骂他 还威胁要赶他走 申组长泰然处之 表示自己直接受会长领导 有什么问题让会长来说 副会长的愤怒如同对棉花出拳 气得咬牙切齿 他找到了担任会长的弟弟 试图说服他停止调查 理由尽是父亲生前 曾默许这种内部回扣 会长仍旧不为所动 与此同时 关键人物裴所长突然逃离医院 调查一度陷入僵局 为了找到突破口 组长找到了当天的塔吊司机 本应从高空坠落 怎样都应该重伤 但司机只是腿部轻伤 这明显不合常理 组长很快判断司机在撒谎 直率的俊秀再次提出质疑 本质善良的他更愿意相信人性 他接受不了 裴所长竟然是事故的幕后黑手 为了证实自己的怀疑 他去了裴所长女儿的家 没想到连女儿都不知道所长住院的事 而且还拒绝联系女儿 这些事超出了俊秀的想象 他开始逐渐接受现实 申组长的所有怀疑都是正确的 想起组长之前问他 是否拿走了装有关键证据的电脑 他感到更加自责 原来那天徐专屋派人 虽然把申组长打晕了 但俊秀机智地出手 把歹徒电晕了 成功夺回了电脑 但他既没还给组长 也没给徐专屋 而是自己偷偷藏了起来 可以说这孩子还是挺聪明的 拿到电脑后 他迅速破解了密码 电脑里的内容让他大吃一惊 竟然是徐专屋私下签的阴阳合同 这正是导致事故的根本原因 天真的俊秀感觉像被重击了一下 他从未有过的清醒 正当他打算把电脑还给组长 却意外发生了 偷偷摸摸的他被副会长发现 电脑也被抢走了 他急忙向申组长报告情况 申组长马上飙车追过去 眼睁睁看着电脑被扔进火堆 申组长感到绝望 他决心要改变现状 重回事故现场再次调查 意外发现了一些情况 监控里发现塔吊司机竟然换人了 他赶到医院进行了调查 结果正如他所猜测的那样 事故发生后 裴所长发现 塔吊司机伤势严重 生命垂危 为了推脱责任 他依照徐专屋的计划 找了一个密友冒充司机 为了让事情看起来更真实 他们竟然残忍地折断了那人的腿 真正的司机差点就被抛弃尸体 组长根据线索找到了河边 他确信裴所长已经处理了尸体 他准备报警俊秀竭力阻止 但他依然坚持自己的判断 他认为裴所长可能贪污 但不相信他会杀人 他们决定去对面的小诊所查一查 果然在那里找到了裴所长和事故司机 申组长义正言辞地要求所长自首 但他冷漠的话语触怒了所长 关键时刻 俊秀提到女儿感动了所长 成功劝他接受调查 一步错步不错 裴所长因贪欲成了徐专屋的傀儡 不得不听从他的命连 为自己的贪婪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收集到了充足的证据 申组长直接在会长面前揭开真相 面对确凿的证据 副会长和徐专屋互相推诿 试图用笑话来掩盖事实 但申组长不打算就此放弃 他决定对老滑头进行特别监查 这意味着 在所有公司高层和员工面前 接受严格的审查 徐专屋怒火中烧 副会长想到多年的好友情谊 安慰他说会全力以赴帮他 俊秀听说 组长要和副会长对抗 但他们缺少电脑里的关键证据 更敢自责 终于鼓起勇气向组长道歉 监察大会按时召开 申组长详细说明了卡掉事故 然后话锋一转 揭露了徐专屋收回扣的事 还请来卡掉供应商作证 没想到供应商突然反水 面对着突然的变故 申组长丝毫不慌 他早已调查清楚徐专屋的背景 知道供货商是他的亲戚 让供货商作证是一个圈套 监察会议一时陷入僵局 副会长趁机发难 申组长却泰然自若 似乎在等待某个时刻 果不其然 俊秀带着证据赶到 他翻了整碗的垃圾桶 最终找到了裴所长的行车记录仪 记录仪里有他和徐专屋的通话录音 副会长也束手无策 事情还没完 申组长是不留情面的监察者 在他面前没人能占便宜 副会长也得为毁电脑付出代价 不道歉就公开他销毁证据的监控 高高在上的副会长只能乖乖认输 第一轮较量到此结束 申组长继续保持他的全胜记录 不过 我认为副会长只是表面风光的政治人士 表面正派的会长可能才是真正的大老板 监察部的书贞 竟是副会长的外甥女 副会长与会长是同父异母的兄弟 但他出身不好 脾气暴躁 不太受长辈喜欢 期待后续的剧情反转 一向无敌的王牌监察员身组长 这次却在职场上遭遇重挫 形势紧张 竟被前女友巧妙利用 他的前女友居然成了这次监察的对象 GEU建设与贫民窟的工头合作 一起推进房屋改善工程 工头趁机从居民那里敛财 连走了高达37亿韩元 这笔钱得到了GEU建设的官方批准 名义上是进了公司的账户 但钱款最终不翼而飞 居民们怒不可遏 纷纷向警察听报案 申组长率领监察团队介入调查 调查的关键在于GEU建设和工头的中间人 申组长惊讶地发现 这个人竟是他的大学学妹 面对无情的学长 柳部长开始施展自己的差异 但面对冷酷的申组长 他毫不动摇 申组长怀疑对方与贪污行为有关 柳部长则装作一无所知 坚决否认一切 即便在酒吧这样私密的场合 申组长仍坚持公司分明 柳部长试图转移话题 提到自己刚离婚 并当场流泪表演 试图激起申组长的同情 想让申组长送他回家 甚至不惜假装跌倒 俊秀和书贞一直对此存疑 担心申组长与前女友的关系 这可能影响整个调查 看到两人拥抱的场面更是心生担忧 喝醉的俊秀第二天醒来晚了 在迷糊中回想起昨晚的种种 书贞离开后 他还 是等到了申组长 醉了的他竟然发起了酒疯 俊秀越想越难受 幸好没在办公室遇到组长 因为 组长正面临着性骚扰的指控 副会长终于找到机会对付申组长 大肆诋毁 添油加醋 这时 申组长几乎确定 前女友是贪污的共犯 所有这一切 不过是阻挠调查的手段 申组长走进前女友的办公室 收走了她的办公资料 遭到部门员工的强烈谴责 面对众人的围攻 申组长左右为难 关键时刻 副会长站出来帮他解围 经过一整页的资料对比 申组长终于找到了前女友的犯罪证据 原来就在他送前女友回家的时候 遇到的那个男人 是前女友的老公 那个男人的话 更进一步证实了性骚扰是个陷阱 前女友无意中否认 认识公投 但申组长找到了证据 证明两人属于同一个登山俱乐部 时间紧迫 他们找到了登山会的会长 会长本着少事为妙的原则 不愿多谈 俊秀耐心地解释 向会长描述被贪污影响的穷苦村民的处境 登山会长最终松口 三人约定到特定地点寻人 但没有找到任何线索 就在俊秀准备放弃的时候 偶然在面馆发现了公投 他假装是常客混了进去 点了碗面坐手现场 但那警觉的目光让对手感受到了 威胁 公投急忙逃窜 俊秀紧追不放 但怎耐人赶不上车 关键时刻 申组长骑车急迟而来 成功抓住了公投 看来此事有了眉目 但不知为何 面对警方的询问他却选择沉默 这让申组长也很是头疼 柳部长申请了去美国的新职位 马上要飞走了 如果再找不到确凿的证据 这起贪污案可能就要不了了之 申组长急得向热锅上的蚂蚁 俊秀和舒贞偶然之间 找到了关键证据 就在柳部长准备离别之际 申组长再次对他进行了盘问 得知赃款还未被发现 柳部长显得得意洋洋 仿佛拿他没辙 但申组长接下来的一番话 直接打垮了他的心理防线 因为赃款其实在你老公那里 原来 舒贞和俊秀在平民区找到了目击者 两个孩子去公投家喂猫时 亲眼看到柳部长的丈夫 拿走了赃款 申组长对这个前女友彻底失望 就在大家以为一切将平息之际 副会长突然出手干预 他趁申组长向会长汇报的空隙 把柳部长叫走了 而会长也因为家族的压力保住了位置 默许副会长主导此事 副会长为了将申组长排挤出公司 尽管明知柳部长贪腐公款 最终还是让他离开了公司 面对着明显的挑衅 申组长决定不能再忍让 即使可能会被开除 他决心彻查到底 副会长达到了他的目的 得意洋洋 申组长毫不留情 直指他的错误 并威胁要监察他 副会长不得不放弃 逼迫他做出承诺 最终双方妥协 如果三天内追不回35亿韩元的贪污款 申组长必须自掏腰包 并且辞职 面对这种苛刻的要求 他竟然接受了 为了保证计划万无一失 副会长找到了柳部长 让他坚持三天不供出来 就能取得胜利 为了揭露真相 监察团队各自行动 申组长追踪柳部长的不忠丈夫 前往拳击场 面对对方的挑衅 直接要求那男人交出非法所得 他不理解 渣男也是监察组长 本应和自己有同样的追求 怎能沦落到贪污受贿 舒贞和俊秀去了渣男的公司 寻找线索 一无所得 但组长从俊秀的报告中 敏感地捕捉到了线索 如果将此事告诉刘部长 他肯定会处理 但目前证据尚不充分 俊秀查看渣男和财务部长的社交媒体 最终发现了他们的亲密照片 申组长将照片摔在前女友面前 面对丈夫出轨的确凿证据 他仍试图保持镇定 渣男知道事情即将暴露 决定不顾一切 谋杀灭口 他雇用水泥车在隧道进行伏击 凭借出色的驾驶技巧 男人化解了危机 他立即给俊秀打电话 提醒他们要小心 俊秀和舒贞跟踪渣男 来到一个废弃的工厂 袭击者的车就停在这里 看到渣男和财务科长鬼鬼祟祟 俊秀赶紧拍照刘正 快门声引起了渣男的注意 俊秀和舒贞急忙逃跑 柳部长也开始产生怀疑 给那个渣男打了个电话 他没说几句就找理由挂了 原来 他和财务科长已经搞上了 俊秀跟踪了一整天 终于拍到了有利证据 这些亲密照片 足以让柳部长对他死心 申组长信心十足 正准备劝钱女友投案自首 却发现他神秘失踪了 原来是舒贞把消息告诉了他舅舅 一方面作为监察小组成员 他本想坚守职责 但是 想到 副会长舅舅对他和妈妈的照顾 他下不了手 最终选择了背叛申组长 副会长先下手为强 把柳部长安排到一个秘密地点 不仅没收了他的手机 还切断了他的所有外界联系 只要申组长一天找不到这里 他就赢了局面 就在申组长束手无策时 突然收到一个神秘人发来的照片 照片上是柳部长藏身的地方 申组长轻而易举 就找到了那女人 面对确凿证据 柳部长无法再自欺欺人 他按照组长的建议 去警察局自首了 为了引出真凶 申组长在渣男公司的内部网络 公开了他的地下恋情 渣男担心被老婆背叛 急忙计划逃跑 申组长紧追不放 终于破停了车才发现上当 渣男巧妙逃脱 他又回到废弃工厂拿赃款 文弱的俊秀 怎敌得过跆拳道高手 几下就把对方摔倒在地 打击罪恶就得靠 无所不能的申组长 孤军奋战直接冲上了渣男的车 最终成功将其代表 但打开后备箱里面 却空无一物 原来是柳部长的诡计 此时那女人已经镇定自若 带着赃款准备上飞机 就在她办理登机手续的关键时刻 申组长突然出现 赃款终于被成功追回 她从来就没真正信任过 这位绿茶前女友 早在上次摊牌时 申组长就已经紧了 T 果不其然 对方又试图利用她的善心 面对入狱的女人 再次流泪装可怜 申组长终于失去了耐心 在这场较量中 副会长又一次失败 她始终不知道 如何才能将这个劲敌赶出公司 淑贞也去找救救到了歉 经历这一切 她终于理解了监察的真正意义 决定全心全意 跟随申组长 将监察工作做到底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